工地上的沙子能种多肉吗?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多肉的小知识, 欢迎订阅、关注和分享。 当我们漫步在繁忙的工地上, 那一堆堆黄灯灯的沙子, 常常让人联想到它们与建筑、道路的联系。 然而,你是否想过, 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子, 其实还有另一种用途, 那就是用来种植多肉植物。 多肉植物以其独特的形态和顽强的生命力, 深受原意爱好者的喜爱。 但是,要想让多肉植物茁壮成长, 除了阳光和水分外, 土壤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。 那么,工地上的沙子能否成为多肉植物的理想土壤呢? 首先,我们得了解工地上的沙子到底是什么。 其实,这种沙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合沙, 它们经过河水的冲刷和沉淀, 形成了细腻的颗粒, 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透水性。 这种特性使得合沙成为了种植多肉植物的理想材料之一。 然而,纯沙子作为土壤使用, 也存在一些不足。 一方面,纯沙子的保水性较差, 容易导致多肉植物缺水。 另一方面, 沙子中缺乏植物所需的营养成分, 无法满足多肉植物的生长需求。 因此,我们在使用沙子种植多肉植物时, 需要进行适当的改良。 一种常见的改良方法是在沙子中掺杂泥碳土和颗粒土。 泥碳土富含有机制和矿物质, 能为多肉植物提供必要的营养。 而颗粒土则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透水性, 避免多肉植物因积水而烂根。 将这三种材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, 就能配置出适合多肉植物生长的土壤。 具体来说,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比例进行配置。 泥碳土占六份, 核沙占两份, 颗粒土占两份。 这样的土壤既保证了透气性和透水性, 又富含营养, 能够满足多肉植物的生长需求。 除了上述的配土方法外, 我们还可以尝试使用其他材料来配置多肉植物的土壤。 例如椰康、稚石和珍珠盐等, 它们也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保水性, 可以作为多肉植物的土壤改良材料。 不过, 无论使用哪种材料, 都需要注意消毒处理以避免病虫害的发生。 总的说来, 工地上的沙子确实能用来种多肉植物。 只要我们在使用时进行适当的改良和消毒处理, 就能为多肉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。 让我们一起动手, 用这些看似普通的沙子 为多肉植物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吧。 以上就是关于多肉的小知识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。